太美了吧 因为我来之前 我有看过咱们这个节目 陈老师吧 是吧 就是在春节那个节目吧 有跳过一段舞 我也想教您一个 您能来模仿一下吗 小小的 就一个动作 好 希望我能够不负众望 右手拿扇子 然后用左肩和右肩画八字 然后 对 然后双腿弯曲 弯曲的同时来做这个 八字肩 不要太大 重拍放在 重拍放在 我们的肩膀出去弄下 八字 大 好猥琐 可以 谢谢 谢谢 谢谢老师 算合了网络上那句话 男人要是腰起来 美女人什么事儿 好 好 接下来我们也请心理专家进行心理投射分析 来 有请陈老师 袁小 请你解释一下这幅画的内容 我这幅画的内容的话就是很简单一条美人鱼在海里面往海面去游 首先特别肯定一点 你这个年龄来说还代表着男朋友 又渴望找有男性同事多的那个地方就说明你现在考虑成家 所以说我特别支持你啊在求职的同时要迈出那一步好吗 好 谢谢老师 我觉得云小我觉得你不要放弃你的专业你是目前非你莫属我七年录制以来作为普通的就是求职者选手跳舞跳得最好的 谢谢老师 谢谢 对吗 大家认可吧 跳得最好的 所以不要因为想去过于证明自己说我可以做其他的我就去证明自己而放弃你本身非常极致的东西很美 刚才那个真的太美了 所以就是我觉得你想认识男人 不是 不是 你想认识你想你想你想有更好的社交或者你想更好的渠道去认识去交朋友 交不同职业的朋友但是坚持你自己的专业 非常非常棒 非常非常美 我想替袁晓说一下就是他们这个行业其实不是让大家想象的可以有很所有人都能干一辈子的 所以这个他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去着想我觉得这是有道理的 我同意东北建议我也同意小小今天的选择 就是我们那么多年为一个事业奋斗了那么久 我们能不能基于以前的事 能为未来的事业做一个基础能有更好的发展 我说我觉得从现在的年龄开始选择是一个特别明智的时间点 我非常支持你 小小 接下来我们要做出选择了第二轮选择去货流 请各位企业家做出你们的判断 好 只剩下一个阵灯 我们直接进入谈前不上感情 健康有益是健康领域的平台级公司 我给你安排这个角色非常适合你 而且岗位就是一个纯职场的工作 用得着你之前的经验 也给你非常大的空间来发展 我觉得非常适合你 公司在北京 健康有益欢迎你 来 十秒钟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你的选择是 我的选择是健康有益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谢谢人选 太合适了 我这两天就招这样女生没招着 我又招了一礼拜了 谢谢 谢谢图二世 谢谢各位灭灯